这是韩国最著名的书店 是COEX商场里面的星空图书店 上面全都是书 然后里面还有电梯 这是圣诞的装饰 今天我们带我们家小朋友 过来星空图书馆 想掌见识 但是还是全都是韩国语的 没有发现中文的书 所以我就看不懂 韩国看书的氛围还是挺浓厚的 估计有四层楼那么高吧 全都是书 但实际上应用的部分功能不强 感觉呢 这些书好像是够不着的 只能离远看见书名 这还得是眼睛比较好的情况 这就是韩国最大的图书店 不是图书馆 是图书店 这是圣诞的装饰 没有眼睛的小熊 熊妈妈还有熊孩子 在韩国来说熊孩子还真就不多 因为小孩一般不会太吵闹 不会太哭闹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北极熊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是没有眼睛的 这里是韩国房价和物价最贵的地方 就是首尔的江南区 就是江南style那个地方 能拿出这么大一块的地方做图书馆的话 我感觉对书籍还是挺用心的 韩国人对书还是挺用心的 虽然地铁上大部分看见的人 他也并不是读书人 他们也是在玩手机 也是在看手机 我们上去 上去关下了 嗯 像是有四层楼那么高 全都是书 王凯说他近视眼 我说看前面也是两个眼 近视眼好几年了 他不知道吗 他知道 这还给大家一个读书的地方 这个地方挺好啊 很多图书馆是没有做的地方 这你不就不买了吗 就在这读就好了 我在中国看到的很多的书店都没有做的地方 然后你就必须要买 要不大家就坐在地上 好像台湾的成品书店也是这样 但是韩国的这个书店呢 它是有这么大一块的公共作者的区域的 你就可以免费的读个人书 这样你就不买了 但是跟喜欢读书的人来说就非常好 非常实惠 给大家看一下全景吧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给大家看一看我爸爸 天天都奋战在免税店刷货的第一线 这是韩国的聊天软件 叫KOKOKOK 就像中国的微信是一样的 韩国人都用这个软件 这是KOKOK的表情 就根据这上面的表情专门开了很多店 虽然我觉得没有微信的表情好看了 但是呢 在韩国非常流行 他们都比较喜欢可爱的小东西 所以因为这个表情就开了专门的专卖店 你看韩国的小女生非常喜欢 我感觉这些东西可能都是Made in China 所以专门这些小玩意我也看这个店 很紧张 这个很onst mirror 小宝贝 我们这个小宝贝 我们要这个小宝贝 XXD 就按照